- 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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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朋友大家好 - 我們今天的共勉汁走一個華麗的路線 - 你平常不是在你家地下室 - 錄一錄就好了 - 對 - 但是今天這邊的酒免費 - 來到這台 - 格蘭鬥陣花車吧 - 這邊的酒CP值比較高 - 大口喝的不心疼 - CP值比較高 - 我就會喝多一點 - 這禮拜還是有很多共勉汁 - 可以跟大家共勉汁 - 雖然我們今天很華麗 - 但我們的題目還是很淳樸的 我看第一场了 洪一中还有出来生气一下 我今天蛮好的 大家都看一蕾神的那个脸 一蕾神超怕 对一蕾神超怕 洪一中生气 他说你没在看 然后那个竹神还跑上去打原场 蛮猛的 好 下一个新闻 台阳雄英不是 打左光阴台阳的聚餐 我觉得大家看的新闻都只看标题 王波龙惊喜登场 王波龙哪有惊喜呢 王波龙就是跟人家视讯而已 那我看完在网络上说 他一定会回来了 都到现场去跟人家聚餐了 没有 他没有被邀请 但有视讯 蓝颖仁有跟他视讯 然后洪一中有跟他视讯 对 洪一中有跟他视讯 讲一下往日试图情 不错啦 这表示台阳是一个文心的球队 那你觉得龙龙到底 目前的去处呢 因为不是昨天那个谁 孙一蕾签约 孙一蕾签约的时候 大家就不是问道夜赌计 道夜赌计说 不是没有可能 是一个很日本人的回答方式 什么叫不是没有可能 怎么样都是不是没有可能啊 这世界一切都是不是没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 我觉得还是看约吧 但龙龙今年如果回台冈感觉已经 整个气势已经回来了 毕竟现在被骂的是滋味 现在台湾要出来坦了就两个人 一个是林滋味 另外一个是高玉杰 神犬洗白了 对 龙龙也洗白了 之前坦的都是他们两个 我看你的酒很好喝耶 对 因为这是格兰巴加酸梅汤 有酸梅汤的味道 但也有酒精的香味 因为格兰巴平常就有过雪莉桶 而且它的是同等级的酒 唯一是有年份的 有八年 然后它又过雪莉桶风味 格兰巴就是 CP值高 跟它研合半冠 大口喝也不会浪费 爽 好 再来十四题 富邦汉将最近又被抓出来编 七年没有狗云竞赛 没有拿到半季冠军 但是问题来了 他再不拿半季冠军 可能真的没机会了 因为以后要改成一整季了 所以他再不拿半季冠军 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拿半季冠军了 好啦 最后一题 当下 还录之前 西平吗 对 我觉得统一今年的企划都满顶的 今年很多像统一跟那什么 卫拳的感觉是 他们两个球队反正好像整个豁出去 你看卫拳要找那个鬼头陶菜嘛 AKA山上有氧 今年好像最有话题性好像就这两个 没有 还有刚棍谢师傅 对对 我们的乃哥 乃哥开球 然后还有谁 哦 统神 统神也不错 对 乐天也是有成功蛮多计划的 今天兄弟比较失交啦 什么主题都会失交 不管什么主题 我跟你讲 到最后 他们的主题啪就是会变成 维祖回来开球 一定是变成维祖耶 对 维祖回来开球 好啦 我们今天来那个 供免之的朋友 那个野球干杯 我们恢复到本质 我们现在要开始喝酒了 一边喝这个 格兰巴酸梅特条 一边出去跳舞 给大家供免之 诶 等等 我们还没喝到诶 游戏今天没喝到没关系 格兰都市的花车还有最后两场 10月28号 在屏东 酒炉 柠檬节 荧萌当天不会去 但是还有最后一场 在11月25号 在万华大闹人市集 格兰都市的花车 大家可以到时候见 或者是直递通路购买格兰巴 都可以喝得到 大家谢谢 大家再见 拜拜 告别之遇 告别之遇 好嘞 宇宙感谢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个难得 经历过各种外景之后 终于又回到同内录影了 这礼拜发生太多事情 所以必须要回来一下 好啦 先跟大家干杯 大家辛苦了 大家辛苦了 我觉得 看这个上个礼拜加这个礼拜 我上个礼拜很痛苦欸 每一场都很痛苦 大柠檬也很痛苦 中华脂肪也很痛苦 日本脂肪相对来 日本脂肪也很痛苦 对 我们一个一个讲了 我们先讲最不痛苦的 有一队直落三 二军总冠军赛 富邦跟风哥一起出场 因为我们购免之那时候 只是打第一场 我没想到直落三 富邦是一军的阵容 基本上是一军阵容 像明年感觉 台冈算蛮有希望的 红总很会玩 很会玩 他有一样的地方 也有稍微不一样的地方 你有想过风哥被驱逐出场 没有没有 我觉得主审超怕 主审一直在后退 就像那个第一场 红总出去骂一雷神的时候 一雷神一直后退 风哥出去骂主审的时候 主审一直后退 风哥感觉明年 好像接种教练 感觉起来是这样 不知道 再过几集 大家应该就知道了 总之恭喜台冈啦 明年要进来 可能应该是会被大家学习一年 但难讲 妈妈还是在 那我们好像讲一下一军好了 根本就是外卡争夺战 上礼拜 就第二轮挑战赛 帮帮跟台冈在忙 二军总冠军赛 乐天跟兄弟在学习 所以我看完的感想就是 你们这些人 可是平常不认真打 你认真打 还是可以打成这样嘛 可是你本来以为兄弟赢那两场 感觉要直落势了 对 感觉要直落 因为整个气势起来 因为乐天的问题都一样 因为问题就是他们 没有牛逢 手背超爆烂 然后打击超级爆炸强 兄弟的问题就是 打击爆炸烂 然后头手 瞬间就爆掉 先把他头头 艾斯特就算了 艾斯特感觉是失常 后面上来的 看起来脸就是 晒 看起来就是紧张到 快疯了 对啊 连城虎长的样子 你都看得出来他在紧张了 不过我觉得 兄弟这样子我觉得很正常 大家说什么 威猪要回来 会不会比较好 今年一样会比较好 因为威猪的打法就是 小球打法 可是今年 球比较坦 WBC之后大家发现 诶 看 我们去年太不坦了 改回好像跟打出去差不多吧 所以今年 拳打完应该会二十几次拳打 你看去年是什么几次 去年十四支 你看威猪就是 如果这样打球 大家都已经在 拳打满天飞了 他还是继续在那边点 对 而且 兄弟今年可以常打的人 全部都受伤 反正兄弟 OK 今年就 不要打金鸡猪猪 比较好休息 比较好啦 对啊 休息 你看那个 还有羊姜抽大马 最好的投手 所以你觉得关键是 羊姜抽大马 这一次没有比鸡猪猪 手的羊猪差很多 应该现在如果那个 爱里优还在 礼拜天那场就会是爱里优 那你昨天有看到那个吗 最后的制卡 谢谢爪爪 爪爪辛苦了 你现在球团可以这样吗 我满热见的啊 我觉得满好的啊 要互呛 对 总之 OK 爪爪就是辛苦了 爪爪球迷也辛苦了 从昨天访问到今天的访问 你们有人就打算换掉 我没关系 对 那我现在工作做完 但你们明年 如果有其他变化的话 没关系 好不好 没关系 我接受 大家的心态就是这样 你觉得这个赛制是好的吗 就是现在目前看起来 因为没有人预料到 这市场会变歌喉战 看起来不公平 但很爽 但至少 魏权 顺利的拿到全年度冠军 可以顺利的 赚宝宝 因为统一被 竟然被寂寞的邦邦 连巴两场 邦邦才是最后的防波体 所有人在最后 都必须要经过邦邦的考验 明年开始要进行挑战赛 邦邦就是最低方线 没有我觉得邦邦是 直接保送挑战赛 另外一队上来先跟他打 没想到你可以走在这里 你要打赢邦邦 你才能取得挑战挑战赛的资格 他是外外卡就对了 对对 可是刚才 现在看起来 我们现在正在录影的当下 邦邦好像就被打爆了 5比0 6天5 6天5 今天是林志平 今年 第一次带一军 先8 就是打4棒 对你这个调度 跟调度跟BigBoss有什么两样 志平啊 志平啊 上来 我觉得你今年在2G都打得很好 那今天你死吧 跟BigBoss拍拍龙龙什么两样 今天不是还有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打黑豹齐的 他说到什么高中的 邦山高中 直言 啦啦队就是本职 我就是富邦迷 所以高中生会比较有兴趣的啦队 其实是富邦迷 我们之前不是有去那个 新竹太平国校 他们的啦啦队的IDOL 是兄弟 所以兄弟是小朋友的 六天应该是 职员 就这样子 统一就是大家的 大家的好朋友 对 好我们终于来到本集重点了 挑战赛 观赞重点 相信大家都想看 一个专业的棒球节目讨论 接下来最重要的比赛的观赞重点 统一 也是乐天 谁的牛鹏比较破 很难很难选 统一的牛鹏一拳挂啦 他昨天有一个新闻说 好像从10月几号 牛鹏没有投过三伤三下 上半季他们夺冠的时候 就是邱昊君超稳 下半季邱昊君不见了 陈韵文也不见了 上半季还有盛骑士 盛骑士不见了 现在我觉得跟乐天差不多吧 可是我觉得乐天好像比较凶 乐天比较大只 所以感觉起来乐天整体是比较凶狠 统一现在是投手是不是有布雷克一个人 克维斯啊 克维斯 然后古铃今天回来投了啊 古铃对对 看来先发就是三个嘛 他closer会不会干脆叫胡志伟啊 我一直觉得胡志伟很适合当closer 反正现在没有陈韵文啊 他现在closer是谁 不知道 因为同一的牛鹏超烂 这样不知道 看起来就是不断的败处 败处败处这样 最近比赛会赢的都是什么布雷克撑到第七局啊 其实我觉得他们是本来想古铃去当closer 因为古铃 因为古铃在亚运是closer 古铃closer蛮有看头的 而且他们不是说要考虑带 当威伦吗 诶其实可以啦 而且搞不好有效果 那一点也是大家都觉得要 那个谁 王20爆掉之后大家就放弃啦 结果没想到嘟嘟救回来 所以还有谁 没有勒 龚铃没有人勒 牛鹏 王敬敏啊 上礼拜才爆炸啊 刘宇晨 刘宣达 王志伟 这些人上礼拜都爆炸过啊 好啦我们讲乐天 上礼拜谁没爆炸 诶没有陈冠宇好像有救回来 你看陈冠宇上次连投八个坏球 然后这次回来 对所以他 两局4K 对可是他有一场会爆 所以他就丢塞子啦 王汉伟臣丢塞子 乡长那天上来他超习惯 那天上来他的直球品质都超 他从头到头都丢直球 然后他平常不是都在用紫插球吗 紫插球也丢不出来 不知道他到底怎么 最后就丢变化球 或是只能用直球跟他对决 最后就被打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上礼拜你看这4场掉几分 然后你现在要面对的是 三鬼 老鬼 都在 还有小黑 陈冬廷陈冬雨都打出来了 现在是乐天立志传 看穿岸强跟复楼 可以把乐天的牛逢带到什么程度 其实穿岸强真的蛮厉害的 一手烂牌有办法 赌到最后一局 好啦刚刚讲完头手来讲打击好了 我们现在只讲台湾赛吗 没有先讲台湾赛再讲卫权的可能的对手 可是还要预测 我们预测再完这一集 我们下一集就知道结果了 马上就被打脸了 打击我觉得乐天真的是 超强 邀健赴 阿盈 我看你今天打击王 跟我诺完影之后就变厉害了 然后陈俊秀复达复活 他现在俊秀可以打一棒 所以感觉打线是完全没什么 我们刚好都不想用林志伟 林志伟现在出来 林志伟可以带打可以带手 你确定让他守吗 没有我真的觉得 乐天守备问题 绝对不是在他们的人 绝对是在球场 看到一篇报导 我觉得跟我的观念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乐天的球员 一直都在乐天球场练球 所以导致他们在各个球场都会失误 平常如果是在很烂的球场练守备的话 在好的球场你会不知道怎么守 所以一去天母就说 哇 今天怎么都没有动 所以林志伟回来就超明显的 他没有办法守 都是动啊 他只能守那种超级飞扑的 那统一的打线呢 统一打线就是陈杰线打线 陈杰线没问题 就没问题 只要杰线不要受伤 统一打线就会超强 而且他现在陈杰线还不打二棒 但是前面有一个小黑 二棒变成攻击力更好 后面有林安可 孰智杰 陈庸基 还有林逸泉 雷包兄弟 今年也是整个复活 而且吴京龙还没回来 他如果有回来的话 你看连带打都有 棋盘杰线如果受伤回来也很好用啊 就统一的打线是比较稳定的 但不像乐天那么扯 可是我觉得统一就是 节线有表现的话 就会很好 那你要预测一下吗 其实两队差不多我觉得 但现在看起来是乐天 故意比较旺啦 这几场看起来的 统一的状况很不好 除非大饼有在藏什么 但大饼那么坦率的人 大概也没有在藏什么 我觉得重点还是在 羊头的表现啦 但羊头表现看起来是统一比较好 所以我这边 我还是觉得乐天机会比较败 真的啊 因为对兄弟这样子 这么烂 输两场都打了回来了 你看昨天他们那个表情 可是你看他可以输兄弟 可以被兄弟打那么多分 那昨天那一局六局大方 他想说干你去啦 对结果没想到救了回来 就是打死就是这么强 那有一队隔岸关火嘛 就要休息很久 你说富邦吗 哈哈哈哈 未全 刚公布了总冠军赛票票 我觉得票有一点太便宜 我知道之前大家说什么 然后票价五千块 那个是兄弟迷说的 但我觉得五千块不过分啊 票只有一千 一千三而已 对不对 没有一千八 一千八 一八八里 统一一千三啊 嗯统一 对统一也卖超便宜 然后现在只剩乐天还没公布 这样票价 乐天现在奇无难下 你们都那么便宜 你是要赚什么 我没有主场优势 你没有三场 我挑战赛只有一场欸 那一我没有打进去的话 那我们球团不是完蛋了吗 而且我日本球团现在在亏损 所以我猜他最后会卖两千五百 二五八零送一 送一堆没有游泳东西 哈哈哈哈 我觉得有点便宜啦 我觉得有点 不是不好 是好像没必要 有些统一卖什么一千三 统一你们今年行销这么强 有志气一点 不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们三场主场 有两场在平日 哦 对吼 那有至少卖个一千五吧 一千五然后周边趕快卖一卖 应该那年我们去兄弟蹲统一 到主场就有一场 那场周边卖不掉 因为变很少 哈哈哈哈 我猜那天的库存 到现在都还在他们仓库 欸打了日期了 所以卖不掉了 好啦那我们来讲一下好了 因为现在卫泉我觉得他 现在最烦恼应该是 他要带哪三个羊筒 反正不理他一定会嘛 钢龙一定会吧 像是伍多跟奇隆 伍多或奇隆 欸我选的话我可能会带伍多 第一个他有经验 第二个是他非常多功能 而且因为他其实多一支 徐若熙可以用 徐若熙可以出来 然后后面就一堆 一堆中继解决掉嘛 对啊 然后他后面还有林凯威跟陈冠伟 他的closer超稳的 没有 但是我前天有这个网友 我在网络上问我问题说 今年到底谁哪一队的牛棚最稳 每个队牛棚看起来都常常出包 然后一下好一下不好 富邦 富邦牛棚超稳 他们的问题是其他问题 哦 接下来富兰哥 然后曾钧远 结束啦 那今天结束啦 就真的会有那种感觉 可是其他队 没有一队会让我有这种感觉 我知道林凯威很厉害 但如果出两分 其他有时候还是会出包 陈冠伟也是会出包 更不要说那个 我们在残破的统一跟乐天 所以你觉得会带五朵 我觉得会带五朵 他可以中继 五朵我觉得不会出来先发 因为我先发他三场 然后一场丢给徐游熙就好了 如果是投一修四的话 徐游熙投完那场之后 不离汉跟钢龙又要出现 今年最强的就是不离汉跟钢龙 绝对投一修四的啦 对啊 然后最后我刚才五朵出来 然后林凯威 肯广威 就蛮好用的 好啦 那我们最后聊一个好了 因为刚刚还没聊到 你现在头上带这个 哦 哦 今年那个关系大战 真正看到板神跟欧利斯的 球迷比例多悬殊 如果板神总冠军 肯定一堆人会跳合 刀顿拳要爆掉 如果欧利斯拿冠军 上次欧利斯拿冠军是现场只有四个人 没有我觉得欧利斯拿冠军 板神迷还是会暴动 倒是打 打欧利斯 会开始放火吗 好啦 总之那个这礼拜 感谢爪爪跟芝芝 上周离拜给我们精彩的比赛 这礼拜换芝芝跟妙妙 希望大家都可以打到血流成合 打到礼拜二啦 对 打到礼拜二 我要看大场面 总之这样 对 下礼拜 大家看完那个谁进冠军赛之后 接着看野球干预备 与大家共勉之 因为我们应该会去球场啦 到时候挑战赛跟总华金赛见 See you 希望大家可以投破血流 血流成合 共勉之 Bye Bye Yo 野球干预备的朋友 我都打300轰了 这频道怎么还没有破10万呢 赶快订阅Animo运动吧 让阿强拿着盾牌 给你干杯喔